继续开会 请黄湘淑议员 咨询45分 好 谢谢议长 我想延续我们昨天的 联合总咨询的部分 我们今天一样 共用我的时间 那我还有陈梅娟议员 以及曾俊杰议员 我们用这个时间来做个人的咨询 主席 市长 还有各位新闻 还有关心高雄市政的 各位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们 大家早安 市长我想延续昨天的话题 我们的食安问题 包括到我想因为 有很多好朋友 看到我们市议委员的这孙一样 有很多人跟我说明了说 他们对昨天市长的 没有去签署那一个承诺书 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 可是他们也相信 市长的承诺因为市长昨天有在我们的议事厅里面有提到说 只要我在这里说的有录音录影纯正 绝对我的承诺绝对一定会做到 绝对会确保我们的核实不会进入到高雄 我们长老听到市长讲到说我们的如果你在可能到台北的时候有遇到我们的卫福部的部长 你会告诉他说我们高雄绝对反对核实进入高雄的一个决心 那因为我们不知道市长在什么时候可以去议事厅里面有提到我们的卫福部的部长 所以是不是可以请市长在会后能够责请我们的卫生局的局长可以发一个公文吗 让我们的卫福部说明了我们高雄市对于何时不要进入高雄市的一个决心 让我们亲民朋友可以更安心 是不是拜托市长可以做这个动作 当然第二点 我也想要讲对昨天我们的最后一个段落就是讲的铁路地下化的部分 我想说 因为 体路地下化 接下来一定是我们高雄市最重要的建设基地 那包括过去一直以来都有我们中央 包括我们地方 的一些名代都很关心 而且也非常的重视努力去推动 之下现在我们的贺城担贺部长已经同意 答应我们的把意大利 包括到我们的土地博用 以及我们的 我们的 廊道的设计 廊道的建设的经费 那尤其在廊道建设经费的部分 我想42月不是一个小屋 所以也要拜托我们的市长 在廊道的规划上面 一定要多多去参考我们的人文 环境 包括我们的 地方人文 还有 商机啊 还有我们的人潮 等等之类 还有包括我们周边的一些 整体的社区营造 一定要朝多元化的方式来进行 我相信 这样为了我们的高雄 可以越来越好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我认为一定要去 请听我们在地的声音 因为请听在地的好朋友的声音 我相信这是我们 市政府也一直在做的 也希望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做成了 我们高雄有很多的産业 想要离开我们的高雄 感觉 我们来高雄 投资 是有 机会吗 还是 有 对産业来说是会好 还是会不会 也有很多少年朋友 认为说要留在高雄 到底是 我们的未来是有好 还是不 所以 造成了有一句话 我们在笑 就是说高雄有 四步 他没有 没有就是 我们高雄的未来 到底是在哪里 所以 我相信 这段期间 我们的市政府 我们的市政府 又包括我们的市政府 绝对也很用心 坚持这几个问题 一定也会做出探讨 一定也会做出 其他的项目 还是什么丁丁的 可惜 可能在某些方面 我们的市府 努力的还不够 包括研究探讨的 也还不够 所以造成了 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所以我认为说 用不到的方法 一定要 我们要来好好的探讨 好好的来 做一个矫正 那首先 我想先针对 我们的人口不争的部分 来做一个说明 我们高雄市 近三年 六都的人口的 校长的 表格 每一年 我们可以看到 从2013年 2014年 包括到2015年 每一个 六都的其他的五都 都是成长的 我们的高雄市 已经连两年的是 负成长 这个对高雄市的未来的发展 会很有很有的影响 因为 原本我们的高雄市 是我们的 全台湾的 第2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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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很明显的看得到 我们的台中 差一点点就要超过烂了 所以极有可能在今年 在明年 或者是在后年 就超过了高雄 在上一次的会期 我们也是有四位议员的联合咨询 我们有去针对到人口的问题 去对市长提出了咨询 那个时候市长也有提到说 已经责请我们的副市长 许立民许副市长 有一个组成了一个 人口的评估小组 那个时候 许副市长 我会记得就是许副市长 针对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 开过第1开会 什么时候做到啥 许副市长当时是 一问三不知 那时候 那时候副市长也有 答应 公帝会后会给我们四位议员 一个书面的报告 包括一个 跟我们答询 跟我们答复 可惜 我当过了 到现在 我还没看到 那份报告 所以我没了解说 是我们现在 市府的行政教育变差了 还是 那个 人口评估小组 一定在 当我们这孙前 生日 结果我们这孙后 也需要结束了 所以是不是 请我们的副市长 可以针对这个问题 来做一个说明 谢谢 许副市长 许副市长请回答 关于人口的这一个问题 不管是户籍数 或者是常住人口数 事实上 在市政府内部有非常多的这个讨论 那目前其实我们的重点是在于就是说接下来 我们的这一个生育津贴的部分 会重新来做一个 做一个检讨 那以及鼓励怎么样把这一些 常住人口 事实上我们的 老保投保人数在这十年里面其实是增加十几万 怎么样把这一个 老保投保人数他实际居住在高雄 那他变成是他有进 这一个 入籍 入籍这一件 这一件工作 以及这一个刚刚提到的生育津贴的 这一个 我们是不是 过去 比较着重 在补助第三胎 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们 事实上会重新看这几年实施下来的成果 跟其他各都在生育自然增加率上面的一些 一些比较 来做一个检讨 是不是要做一些 转变 好谢谢副市长 我想 这样的检讨非常的好 因为很多议员也已经在我们的议事厅也都提过了 我想要问一下 针对我们刚才许副市长所讲的 我们这在车 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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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胎以上的 举手一下好不好 哇市长 你的局势所长 可能我们的社会福利真的没有做得非常的好 既然 到三胎以上的没有一个人有举手的 所以代表我们高雄市政府的 这一块 在我们的生育补助津贴里面 真的要好好的做检讨 没有 连我们的局势都没有一个抓手 我想这个 要让市民朋友也能够生到三胎 我看也很困难 谢谢我们许副市长 但是许副市长刚才好像没有针对 要给我们的报告这一块 做一个回答 是不是 一旦你会后 赶快再把这份 人口评估小组的报告的资料 书面的资料 送给本席 谢谢 该当 请副市长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黄议员 因为我刚讲是在做一个检讨 那因为检讨其实他必须要有一些 这一个确实的资料 包含就是说 过去的这一个 我们的补助跟生育的相关性 甚至包含六都的比较 那这样的一个部分刚开始要检讨 我想有 这一个一定的结果的时候 已经把这一个报告 谢谢许副市长 那开了几次会 这一个评估小组 其实我们开会 才刚开始做评估代表 是只有开过一次会吗 还是一直陆续都有 在我办公室讨论非常多次了 是是是 好谢谢 谢谢 再来 我想针对一下我们的 光光不新的这一块来 跟我们的局处首长 包括市长做一个探讨 我想 520之后 看到许前议长 就是我们的许昆元许 许议员也有去提到 因为种种的因素 因为政治的考量 可能 我们的路客 大幅的缩减 那在下滑的情况之下 三四月 只有31.5万人 进入到我们的台湾 90月只有15 16万人 足足少了一半以上 那至于蔡总统所提的 新南向政策 10月份 也仅仅比五月份 多增加了一万八千人左右 当然 我们在早上的新闻有看到 在11月有 小幅的成长 所以当然成长的幅度 不是非常的大 我们去年的观光客 国外的观光客 为我们台湾带来了 将近 新台币 8190亿的观光收入 可是因为今年 路客不来了 减了几个盛 所以 这也 增加 这也减少了 将近快两千亿的 观光效益 路客的减少 所造成的影响 层面也非常的大 这一段时间我有看到我们的新闻报道 说我们的高雄市 有一个 很知名的钻石业者 因为路客减少 他过去 都有差不多八十台 每天都有差不多八十台的 油烟车 下来 因为路客减少的关系 现在纯 不到二十台 那员工也从两百多位 减少了只剩下六十位 而且这些员工 因为 现在路客的消费习惯 有所改变了 变成说可能就是 只有观光 啊我到了这个地方 就去看看 我也没有消费 所以造成了 这些员工 他们 没有办法去把业绩达标 所以只能领最低的薪资 光光不幸 真的会带来的 包括我们的 游览车业者 包括我们的 基层的这一些 旅游的服务人员 很大的冲击 当然我想要说 因为这个东西 今天很多人都已经说过了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我们的市长跟局处所长所探讨的是说 我们的高雄市 是不是应该就有这次的机会 好好的来提升我们的观光品质 好好来提升我们的观光效率 前一段时间 因为 我现在 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的路客来 还是我们的国际旅人来 去的地方就是高雄 好像有几个地方 博厄 西子湾 佛陀纪念馆 六合夜市 跟爱河 我 找不出 一个 比较新兴的 一个观光的地点 能够让我们的 国人 甚至是我们的国际旅客来 能够一直在在高雄 能够把高雄当成一个 就是来 我就是要来歌雄 我们像我们的国家 像我们的韩国 他们都是 包括日本 他们都是 我去到一个地方可能我就是待在东京 待了五天 可能我就是待在哪个地方待了几天 可是我们高雄 好像没有办法去让人家 能够一直 只是来观光 来台湾观光 可以说 我就是要去高雄住五天 我就是要去高雄住六天 好像比较难去找出这个点了 那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网站 网友票选的 外媒经验的台湾十大绝美秘境 绝美秘境 这里面 没一个是在高雄 没一个是在南台湾 当然在很多地方 可能 我们的一般人 用徒步 走一天的方式 走两天的方式 可能不会到 但是 为什么我们高雄 不能去发展出 这种让网友能够在网路上面票选 觉得一定要到的一个 绝美秘境呢 更 就是 观光局针对了今年来台的旅客 及消费动向调查显示 近年来台湾的旅客 十大受欢迎的景点 十大 这个没有民事之分 也是没有一个在高雄 所以市長 我觉得我们高雄市 真的应该好好就观光的新景点 赶快 看这个时间 观光客 没得到很多的时间 我们今天好好做一个整顿 赶快提升我们的 观光的效能 赶快提升我们 新的观光景点 市长是不是 我想针对这一点 你能够做个答复 谢谢 谢谢 请市长回答 请市长回答 我们一起 来让高雄更好 我们也不希望不断地唱吹高雄 这样也不是很好 那高雄的若干的观光景点 那这些 我想观光局 我们现在正在跟交通部观光局 我们希望观光局在对向全世界 行销台湾的时候 那过去 很少在南台湾 过去 也很少对南台湾的景点 来做一个在世界性的行销 好几次我们跟观光局到东南亚的国家 我们看到他们行销的重点 还是都在北台湾几个地点 所以我会觉得说高雄是不是有足够的魅力 我们是不是有很好的景点 那譬如我们的二地形 这几乎是全世界 非常少有的 我认为这也是我们的强项 那我会觉得说高雄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有很多 我们现在结合农业局 员住民的整个来作为我们观光 在这个部分 我们推展的方向 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国际上的旅客 对我们有不够了解的地方 那我会觉得未来 整个交通部观光局 国际行销的部分 我们会要求他要南北平衡 那我会觉得有些他是对我们的认知 了解也不够 那我会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都会努力来加强 好谢谢市长 我想我所提出来的事不一没有 不是唱衰高雄 我们都希望高雄可以越来越好 所以 每一位议员在议事厅里面咨询 才会希望说 能不能把 我们认为说高雄还不足的 还不够的 能够做一个说明 也可以来询问 我们的 市政府团队 可以把我们的国人 包括我们的高雄市民 这节说明 能够怎么样改善 来互相探讨 所以并没有在唱衰高雄 那当然 市长有提到说 会跟我们的中央交通部的观光局 能够 去跟他们建议说未来 在国际行销方面 把我们的高雄的景点也放进去 到我们的国际行销里面 我相信这对我们高雄的观光业质 包括我们高雄的观光产业的这一块 会有相当大的提升 感谢市长 那有关投资不净 产业不振的部分 我想要来说一下就是 市长才有说到 我们的高雄的招商的成效 在今年是六都之冠 非常的好 可惜就我们所了解的是 高雄 在近几年来好像没有 大型的国际型的大企业 进入到高雄 当然我们整天看到一个 就是台积电 准备 有在评估 我们 高雄的 南科 南科的高雄园区 的土地来做苹果 准备要投资 我们的五千亿 进入到高雄 可是这也是在评估当中 就像市长你昨天一直在跟我们讲的 假设性的问题 假设他会进来 那假设说 他如果 有进来或没有进来 这都还不确定 所以本市想要清告 我们的 金发局局长 高雄今年的招商成效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报告 包括到高雄 在招商方面 是不是有做节重新的评估 重新的检讨 谢谢我们的 甄局长 请回答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黄议员 谢谢黄议员 的关心 有关于就是 高雄市的招商的状况 其实从一百年 开始到现在 大概我们手上有统计的到的 就是有比较大型的 投资案 会来找 金发局 协助的案子 加总起来 它已经超过3000亿 我讲几个大的案子 因为您刚才提到 是台积电 其实除了台积电以外 群创 在高科 扩了一个厂 投资金额就800亿 那还包括大鲁格草芽道 已经 在今年度 已经开幕了 我想这也是国附资金有进来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知道说高雄的加工出口区的二员区 南子二员区 其实在市长任内 其实在市长任内协助他们开辟道路以后完成使用 到现在已经满足了 光是日月光就在那边投了五栋大楼 那个是超过将近两万人的就业人数 其实这些事情都在发生当中 那是因为台积电这个案子特别的亮眼 那过去议会议员也都很关心说 为什么台积电去了新竹 去了台中 去了台南 没有来高雄 高雄有科学院区 但我们说这个事情牵涉号 它要异地生产 有风险评估等等的问题 我们过去也有透过 南科管理局跟台积电联系过 那时机成熟了 他们现在开始评估要来 我们也在协助他们解决 这样子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但我在这边也要跟议员报告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关心 就是ICT产业的大的投资 但高雄有两个很重要的基础产业 就是我们的金属业 跟我们的石化产业 这个两大产业的转型 只要能够开始启动 其实那个带动的投资金额 跟新创的就业机会会非常大 而且我们也在关心一件事情 就从石大建设以来到现在 我们的钢铁业跟石化业 的从业人员 他已经出现了一波 即将要退休的 草 退休草 但是退休草一产生 其实都要有新聘的人员进来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 产业的世代交替 跟产业转型的时间 我们也在做好 就是说在行政上面 土地取得上面 等等 的一个相关的布局的工作 那我想说 这些事情能够启动 是政府最需要扮演的角色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也要跟议员做说明 就是我们 很难得的在大辽那边 报边了一块 产业园区 现在厂商 也在陆续进驻当中 合法园区吗 对 我们是园区还没完工 厂商就开始进驻 好我们已经有两家厂商已经动工 一月份还会再有一家厂商动工 那我们 12月份也在开始办理第3波 的那个 开放给厂商登记 这一波是过去 两年前没有做预登记的厂商 看听到我们合法已经开始动工以后 来登记的厂商 我们最近要开始开放给他们登记 我想说这一些案子陆续的 开出来以后 会有很多新增的就业机会 那我想说 除了就业机会的提供以外 我们也很重视 薪资所得的提升 所以当你在提到就招商的案子 我们有一个招商的投资奖励 的工作 那其实过去这几年来 经发局把这个奖励投资的 这个办法 做了很大很大的改变 我们将所有的资源 主要集中在 新进人员的 薪资补贴上 而且我们是限制 最低聘用工资的 我们也希望透过 这种新增投资 有一个比较高工资的 产业 我想 高雄市政府朝着产业 这一块 有越来越进步的趋势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的曾局长 要再多用点心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就是因为 在520政党轮替 之后 我们的美国商会 有针对了南台湾 包括高雄 有提出了几项的建议 包括到 旅游休闲 产业发展 财经 还有政经 等等多项的议题 也对高雄提出了很多分析 跟建言 那美国商会的白皮书 有去提到说 高雄市未来应该要 朝着 产业园区的开发 研发能力的提升 跟产业高质化的 三方面去着手 以确保 我们曾局长所讲的 高雄 我们的传产就是 包括我们的石化 我们的金属 你再讲到一个 还有更体 这也是 算是我们高雄 比较传产的一块 当然 他也有建议 我们的高雄市政务 要多去收集 有关于国内外的一些 政经的资料 能够来 研拟高雄未来的 产业发展的方向 他说 高雄金属高加值产业 聚落的形成 形塑的计划 包括数位内容 产业扶植计划 以及亚洲新湾区 都应该要导向高端的服务业 这样的方向下去做 我们美国商会 替我们做这份报告 结果 我们格庸起进户 金发局 五六年了 都还没有做类似这种 相关的报告 还是这个是你请美国商会做的 因为 我跟金发局 我跟金发局要资料 金发局只有给我们 他只有跟我说 你们有的资料就是 每一季 都做一个叫做什么 高雄市 产经 情势分析 这里面 全部都是条列式的数据 也没有针对高雄 未来的 产业 未来的 通常他们的制作方式会去询问业界 也询问我们 您刚才提到的几个重要的工作方向 比方说 我们知道说整个全球的产业链在调整 所以有可能台商会回台投资 那在高雄来讲 我们是全台湾 闲置工业 土地比例 最低的地方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产业用地储备 还有我们要进行金属跟石化的高质化 这些工作都是我们也有 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MChain的报告里面也写到这些东西 那如果你需要的是一个 因为我这样讲 我们现在是在执政嘛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政策 基本就是落实在执行的方向上 如果您需要依靠的是论 如果你需要的是一个论述 那我们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跟您做一个讨论 或者跟您做个沟通 我想这个没有问题 我只是要讲说 不是MChain有写我们没有 MChain其实是收集大家的 你有看到我有看到那个美国商会的白皮书下面 有询问过市长的意见 也询问过我们曾局长的意见 这个我都有看到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 高雄市政府是不是也能占对这个东西 也自己下去做一个自我的改革 自我的检讨 因为 来曾局长请坐下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从这张图上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其实我们高雄市的 我们的整个产业 已经慢慢的从基础产业 加质廊道 各有生态 我们的生态生技绿能 创新廊道 我们已经从传产 包括新创产业 我们已经成为一个 X型的聚落了 所以 未来对我们高雄市都是好的 所以我也希望 我们的曾局长 还有我们的市府 在招商部分 再更加努力 当然 我们除了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除了提供一个 良好的投资环境 良好的投资空间以外 我们也要有友善的感觉 就是对我们的求上爱要友善 让他们觉得说 来到高雄 名副其实就是一个友善城市 不仅仅是人友善 投资环境也要 也要让大家觉得很有善 谢谢 我接下来的时间 就交给另外两位议员 咨询谢谢 请曾俊杰议员 谢谢 谢谢 我想刚才 我们黄议员讲的 对高雄市的产业 真的还要再加强 那 我今天 想讲的主题就是说 让年轻人 回高雄 家乡 工作吧 这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口号 但做起来真的很容易吗 那我举三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我上礼拜 去那个台南市用餐 然后遇到一个 福恩老的男生 然后想说 他可能是台南的在地人 然后就询问他 一些地名 后来才发觉 他 不是台南人 才知道他是我们高雄的子弟 然后住在 家庭 我就问他为什么每天都要骑车 来台南上班 他的回答 听起来令人很心酸 他说如果不来台南上班 如果在家乡工作 可能就只能做 从事有关 逾越相关的工作 说他的 亲戚啊 朋友啊 都会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从这个案例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家庭 家庭 家庭的区域 他的工作 都是 家庭上班的工作 那从家庭到 高雄的市区 就想法 他不如就去台南找工作 就好了 尤其我们高雄市 又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人的 工作 还有待遇又高的工作 所以他只要选择去台南 然后我再讲第二个案例 一个大学毕业的男生 比较后 想要来做一个工程书 也想说留在家乡的高雄上班 但是一直找不到一个 很理想的工作 他最后 也是选择去台南的科学园区 是怎么也选择台南的科学园区 因为 我们高雄市 相关的工业 工区的台路 不如这个南科 入主的科学园区 工区的机会 也没有像南科这么多 新水 也没有比南科 那么多新水 新水 为了 要劳入高雄的领财 我们的南科 有这么多公司 在港湾就签签 在这里的工程书 上下班 台南高雄 这样在走 他新水 对我们 繁衣老在台南的高雄的领财 他也提供 比较便宜的住宿 让他在那里大 让他在那里上班 所以大家如果是 有很多我们高雄的主地 都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 回到高雄 那第三岸呢 就是一个 硕士毕业的男生 他拿入里面 要在学务 说要来拜托 要来找工作 九月 他也是离乡背景到 台北去 找工作 同样 同样 也是因为我们高雄的感受机会 跟新租 都不如百人 还有 赴立的人 他也不愿 迁就去做比较 低薪的工资的工作 那 从容产业 也不需要学历 比较高的 求职者 所以 从这三个案例 就看出 我们高雄的少年人 要在 高雄市 要找一个 真好的工作 可以说 很不容易 那我这里有一个数据 就是我们行政院主纪总处的统计 2015年 15岁到24岁 全国的 平均失业率 是12.05% 那我们高雄市 同年临层的失业率 是13.4 是我们的全国最高 那 其 其中的六都 就依序 台南的 台南市的13.1% 台北市的12.5% 还有台中市的12.4% 还有新北市的10.2% 还有我们桃园市的10.1% 那 那 与去年 全国同年临层平均的失业率 是12.05相比 今年 全国的15岁到24岁的 失业率的统计 哦 也持续的在上升啊 例如 8月 9月 10月 都是超过 2015 同年临层的失业率的平均数啊 那 这半年啊 今年的前半年啊 六都的整体失业率的比较中 我们的高雄市跟桃园市啊 也是并列的 全国最 最后一名啊 那 15岁到24岁 也就是说是社会 刚出社会的年轻族群啊 那高雄 2015 13.4的失业率是全国最高 代表的 高雄市 真正要加油啊 为什么人口不会增加 啊 为什么薪资比别的 直辖市还少 平均哦 大家都知道台北市是一个手上 的都市 但是那个工作机会都原本就比高雄市还多嘛 啊全国的平均 薪资啊 台北市可以说哦 平均起来都比我们高雄市哦 薪水又够五千块了 但是 台北市 一直美尼哦 就一个真好的政策啊 他就设定了一个 稳定就业补助办法 在美尼开始 如果在台北市 涉及 4个月以上的 18岁到29岁的青年哦 如果是 帮他出社会 找工作 然后经过 北市的 就业 服务处 如果媒合成功的话 稳定就业一个月以上 就可以投保薪资 如果是 一国薪水 27,6 以后的 我们师傅就补助他五千块 然后最多的连续可以补助 半年啊 虽然他 一年的预算可能才120万 可以补助 240万的人啊 啊你看 台北市 虽然他的 物资 比高雄更高 但是我们 台北市 他有释出善意 怎样去留住这些年轻的人才 啊我们台北市有保障 啊我们高雄市刷毛 啊你叫我们高雄市的主地 可以说是情何以堪啦 我相信 高雄市的少年人 找不到 最好的工作 在那高雄 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啦 啊想说 如果 这样一直恶化下去 我相信 我们在地的高雄市的少年人找不到工作 我希望 我们高雄市政府 要有所作为 没有啊 啊跟我说了这么多 啊希望说 我们高雄市政府 未来 有什么方向啊 啊我在这里是要请告 我们的 丹局丹市长 我跟我说这么多 你对未来 我们这个少年人 我们高雄的少年家 要在我们的高雄 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 甚至没有这么高的工作 我们的政府 未来有什么 因应的对策 来请市长答复 请市长回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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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议员 我是觉得我们青少年的改端 十五到二十 还是十五回到十九回 这个部分 在我们现在已经到上的会期 相比 我们事业的情形 已经有更大的改善 都比各国都比起来 我们都在这个部分 也有更大的进步 当然我们高雄市主要 过去都很多 传统的三业的结构 少年人比较不太想 在那些传统的三业来集结 所以我们市政府在这个部分 一直努力说 我们的三业要专行 要让少年人 有一些医官医 都有什么工作 那种工作的形态 我是觉得 比如我们这几年 我们高雄 我们的大陸隔草野道 还有我们有勤创光电 包括日月光 包括微创 这都很多 比较重大的这个投资 我感觉这都会增加就业的机会 我们也是很高兴 我们市政府 就要希望 少年人就业 高雄市 可以移居高雄市 所以我们有继续办理高雄市 如果移居来高雄市 我们有移居增贴 我们来结合参观学 跟一些社群的资源 来创造 给他们 可以国家愿意 創业 就业的環境 所以我们未来 对青少年 现在我们也很高兴 说你高中子毕业以后 你就最好 先进入工作职场 这慢慢要退大学 以后 一定有很多机会 我知道中央政府 对高职高中高职的学生 进入工作职场 我相当的鼓励 我想未来我们跟教育局 跟在高雄市 高中子的这些青少年 就业部分 我们都会来更加的努力 让我们的年轻人 能够在高雄 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他就业的空间 谢谢 谢谢市长 我相信 高雄 以前都是传统商业 那经过这几年的转型 要准备要让年轻人去参与这个转型 之后的行业 我觉得这很重要 这也是未来 我们政府 要做的工作 因为大陆观光客 大幅 减少来台之后 我们的 川总统 提出这个新南向的政策 尤其这个新南向政策 把我们的高雄 当为是新南向 重要的一个基地 那未来 我们高雄市 的方向要怎么走 我相信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是希望说 这不是一个口号 要有实质的作为 实质的行动 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我也希望我们的市府 要跟我们的市民说清楚 不可能是我们的高雄市到未来 并做 有关的 找不到 失业 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找不到新租 更高的工作 传统的商业 所找不到工 来做 我觉得这样 年轻人如果一直这样外流 尤其我们高雄市 人口一直严重的老化 未来 不能变到我们高雄市 要变一个 老人的堂市 不然就把其他的落堂 进去竞争 不能去用变的话 我相信这是未来 我们高雄市民 不愉热见的 所以我希望 要在这里期许 我们 丹市典位 市府团队 可以 严谨加油 说实在 我们高雄市 在这几年 我们的硬体建设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 我也很均定啦 但是我们这个 有华材就要有内容啦 所以我们的产业 进驻的部分 造商的部分 我是希望说 真正要认真啦 这才是我们想 期许的嘛 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你未来 要把方向 设定好 朝这个目标去做 我相信这个 我们高雄市民的期待啦 那来我再来讲 这个昨天 延续昨天的 那个 议题啦 我相信这个 铁路地消化 对我们高雄市 是一个 中大的建设啦 那 历城三十五 我们的 何臣和何部长 送给我们 高雄市政府 百亿的大理啦 包括 四十 二亿 四十二亿 原道的 廊贷的建设经费啦 然后还有土地的 无偿使用 我相信这个 可以对我们高雄市 未来的建设 还可以 省荷包 这是真好的 大理 那我希望说 现在市民 最不了解 我们高雄 铁路地下 本来说 在民国 一百万年 要来完成 那因为风山 什么 地下 中有的油罐 阿海现在到底是 暴暴暴暴 我自己也不知道 是当时可以来完成 我是要 请教 这是要请教 我们的 公务局长 来你答复一下 我相信我们的市民 最想知道 现在一直在延期 到底是什么时候 可以通车啊 请局长回答 多谢主持人 多谢主持人 那当然我们的 预定是 明年的年底 要来 完工啦 那铁街区的计划啦 那当然 昨天 我们有在说 这些遇到的 有一些因素啦 那可能会延后啦 那我延后 他就会延迟到 我们的清滑啦 啊其实未来 还 延一两年啊 我是希望 我们的丹局市長 听到的 说我们这个 荷部长 代言的 事情 不能到后面 有变果啦 我希望这个 白意大理真的要 一直延续到最后 我们人到后面 今天他也不知道有做不做 我们也不知道 外人的外人 我们也不知道 希望这个市長 你要把这个 白意大理 一定要把我们撂掉 这该是最重要啦 那我 在这边也要补充一下 那个 铁路地下话 后来的原道 各区都有办过说明会 唯独我们左营那一场 很可惜 那天只有四个人到 只有我 我助理 跟两个名义代表的助理 我不曉得 盛言洛少的问题还怎样 所以我希望 左营这一站 请你们再重办 另外 我们要写那个 轻轨的部分 轻轨的部分 其实现在我们一直满担心的 你们下一节不是还要再联合吗 你们下一节不是还要再联合吗 那请下一节再一起讲 休息十分钟